我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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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 斯南县的一座吊桥上 这个地方叫吊脚岩 这里有一座悬锁桥 大家看一看 我正好站在这个悬锁桥的中间 然后开启在这个上边的话 就是这个桥会剧烈的抖动 挺刺激的 去年的时候 这个桥因为刮一阵腰风了 把这个桥给弄毁掉了 然后好像是年底的时候就开始修 大概修了半年多 现在是竣工了 这个桥又可以开车往上面走了 它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两座吊桥 这是其中一座 还有一座呢 应该是在那边 跟这里的直线距离 只有一公里左右 但是刚刚我开车的时候 开到那个吊桥去了 然后那个吊桥呢 还没有修好 还是这样的形式 所以我又开车到这个吊桥来感受一下 结果你们知道我跑了多远吗 跑了四十几公里 我天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咱们贵州的山真是旺山刨死马 天哪 大家看看这个桥就是刚修复加固的 你看外面的这个钢锁是以前的 这个钢锁是新加的 包括它中间这些铺板呢 也有不少是新加的 因为那个时候吹这个 那个时候刮大风的时候 其实桥上有一些都已经吹掉到这个江里面去了 所以好多东西呢 都是新加的 包括这个护栏呢 也是新加的 还搞得挺漂亮的 哇 现在这个 这儿的这个景色好好看 正好是日落的时候 太阳映射到这个江面 非常非常的漂亮 再加上这里这个桥 成了一个点睛之笔 假如说我们从前边那个视角看过来的话 那真的是像一幅画卷一样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桥对两岸的村民方便是非常非常多的 假如没有这个桥的话 需要走路的话 你要走多少时间 你们知道吗 最少要走个两三个小时 因为开车的话都要多少时间 比去个多小时 所以说这个桥会大大的方便了 这个两岸的百姓 在这个吊桥上开车呀 驾驶员是会明显感觉到 这个车身是上下有整幅的 还有就是它两边的这个线宽的话 基本上小车就是刚好过 两边的话一边就这么一点 所以说它还是挺考验技术的 还有就是这种开车的时候 车好像在整动的这种感觉的话 可能有些人不太敢开啊 就像我这样子一边就像一样一样的 然后再把它拉起来 不过一边就像一般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去一个车身的一个小时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一样的这样子 就像一样的一样的 就像一样的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就像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一样的一个车身的一样的